此次事故,车市车辆车牌号为贵A75868,为贵州前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车辆,系抗域转运征用车辆,合载49人。 该车从云烟区接送舍域隔离人员前往前南州利波县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于9月18日临时时分,从云烟区大云坡化工路出发,车上载有47名人员,其中驾驶员一名,随车工作人员一名, 其余45人均为云烟区舍域居民。车辆行驶至前南州三都至利波高速32公里处发生侧翻,坠入路旁深沟。 截至9月18日21市,事故共造成27人不幸遇难,20名伤者被救进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发生后,在省委省政府统一指挥调度下,事发地前南州迅速组织应急抢险救援, 汇阳市第一时间成立三例高速重大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派员赶赴现场, 汇同前南州和省职相关部门开展救援、救治等工作。 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完成,伤者救治及遇难人员上后工作正在进行,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这起重大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带来巨大损失, 我们无比沉痛,无比自责。 在此,在此,我代表市委政府,在此对所有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 向所有遇难人员家属,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 向全社会做出诚恳道歉。 在此,我代表市委员家属,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 在此,我代表市委员家属,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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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